朋友要提车 所以呢我斗胆跟着他走进了一次法拉利的专卖店 进去了之后呢就跟法拉利的工作人员聊了几句 我才发现他们的销量完全没有受到疫情的任何影响 都是用户求着他们让他们把车卖给他 因为排队的人太多了 他们现在整个店里面一辆现车都没有 落地一台就会被客户直接提走 我这个买法拉利的朋友呢他就是做金龙的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帮那些富人把钱投出去 他每个月的KPI就是必须要找到两个亿以上的投资项目 但是呢他现在几乎每个月都玩不成这个指标 他经常给我发尔赛说这几年没有好项目 所以那些富人经常怪他说没有把钱花出去 我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揍他一顿 这个世界真的很疯狂 一边呢人们好像在比惨 前段时间斯里兰卡刚刚宣布倒闭 然后欧元的这个价格一度跌到美元以下了 看起来整个世界哀鸿遍野 普通人每天还在纠结这个物价越来越高了 这个通膨越来越恐怖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连球的这些富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钱 在不断的刷新着这些豪车豪宅的交易记录 那么这些富人是怎么做的呢 我想通过今天的视频跟你讲一下 尤其是在这种经济危机经济低迷的时候 这些富人是怎么样去选择投资的资产 让你知道接下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在哪里 我是澳洲亨瑞 带你用商业思维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特殊的话题 如果你接下来有创业投资 或者改变赛道的任何想法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你一定要把它看完 因为在今天的这个世界 不仅是疫情伊朗还在 然后呢经济低迷 另外一点呢是全球的这个去全球化 正在不断的升级 导致了这个贫富差距在不断的拉大 很显然这个世界的投资的底层逻辑 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今天的这个视频我会从三个角度 富人的底层投资逻辑 富人在经济低迷的时候选择的三个资产 另外在最后的时候 我会让你看到一个我准备了半年的 专门为大家准备的一个超级福利 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三点 让你对未来的世界看到一个全新的角度 轻松的赚到更多的钱 首先我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声明 任何时候你都不能够 仅仅是依赖一个简单的信息 去做任何投资的决定 我做的任何内容都不是要去引导你 去投资某一类产品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富人 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财富比我们多 更重要的是 我看到我周边的绝大部分的富人 他的思维模式和普通人是截然相反的 我们普通人做事情的时候 是有一百分的资源才敢去做一百分的事情 非要等到这个天时地里能和全部集齐了之后 才敢于去动手 富人是不一样的 他们永远是先定一个目标 然后根据这个目标再去组合资源 没有能的时候就去找能 缺资源的时候就去找资源 所以你看到绝大部分的富人 都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愿景 或者换句话说他们喜欢吹牛 你看牛强东 记者问他奶茶妹妹漂亮不漂亮 他说我扔脸吗 然后马云居然说 我从来没碰过钱 我对钱的没有信息 但是他们说出这种话的时候 居然脸不红心不跳 普通人的状态就完全相反了 你如果去找一个普通人去做事情 你会发现他永远都在做着各种准备 他永远都在等待市场最好的时机 我曾经认识一个40岁的人 从来没有买房 天天在看房子 我在问他你在等什么 他说我在斩首富 我说你斩了多久了 他说我斩了大概就10年吧 其实我过去也是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去思维的 但是当我有一天 我立志要成为有钱人的时候 我发现我一定要跳出原有的思维框架 像那些有钱人富人一样去思考 那么接下来我会告诉你 在经济比较低迷的时候 这些富人究竟在悄悄的买哪三类的资产呢 第一类是房产 我身边绝大部分的有钱人或者是稍微有钱一点的中产阶级 他们都有个特性 就是房地产是他们的这个资产里面的一个重要组合部分 所以换句话说可以这么讲 就是投资房产不一定能让你变成富人 但是绝大部分的富人都有在投资房产 我其实问过身边很多有钱的你为什么要选择房产 他们给我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平时做生意也好 经营自己的业务也好 非常的繁忙 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管理一些复杂的资产 而房地产足够的简单 不需要他们投入大量的精力 我们去看任何一个投资产品 包括什么黄金股市比特币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容易交易 你想把它卖出去动动手直透就可以了 但是房产的交易成本比较高 一个房产的交易周期最长的时候可能要两三个月 有的时候最短也要至少几周的时间 因为这个原因 绝大部分人投资房产钱进去了之后 短时间就不会出来了 所以反而让他们吃到了这个长时间 去投资一个固定产品的一个社会红利 但是很多人这时候要梦圈了说 Henry我知道房产好 但是过去这几年房产大涨了一波 你看今年房地产进入了低迷期了 另外你看这个全球的政府都在涨息 你看这个利息不断的上去了之后 还能够买房子吗 房市不是要垮了吗 那么我告诉你 房子的本质是什么 你以为房子的本质真的是那个砖头 窃起来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场所吗 不是的 房子的背后是这个社会的资源 很多人都说现在年轻人 父母手上都有房子 这套房子迟早会传给他的 那他还买什么房子呢 那这个地球以后房子岂不是越来越多呢 这个逻辑是对的 但是真的可以说明 你父母的房子卖掉了之后 就能在你所奋斗的城市买一个新的房子了吗 你会发现人口蔚来这个居住的模式 它是越来越集中的 大城市的房价越来越高 但是在另外一面呢 有很多二三线房式的房子却没有涨上去 所以房子是不是太多了 确实是的 但是在资源稀缺的地方房子永远会越来越贵 且跟市场未来的涨幅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我说这一块并不是说我要卖房子给你 我也从来没有在我的频道这么试过 绝大部分人看到的房地产就是民宅的市场 就是他们家附近的这个一亩三分地 感觉房地产市场就这么大 去年涨了 今年跌了 不是的 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很大的资源 举个例子吧 我在疫情期间包括到现在我都在关心 我所在地区的这个商用地产 你知道吗 在疫情期间很多这种大的批发用地 还有这种工厂 还有这种商业用地 他们的价格是不断的在上涨的 因为这一块的资源非常的稀缺 另外一点是我们要考虑一下 买房子的时候 要去面对的一个重大的难题 就是信息不对称 绝大部分市场上卖房子的那些房产中介 他们天天跟房子打交道 但是我们具备的信息比他们要少多了 所以很多人会在市场大乐的时候进入市场 最后看到因为市场上竞争的人太多了 导致自己最终付了一个超高的房价 但是在市场出现低迷期的时候 对于富人来讲 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时机了 因为这时候房产中介对你的态度非常的好 而且市场上可以跟你选择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 虽然这时候房价不一定在短时间里面上涨 但是这时候信息不对称却变得非常的少了 我问过周边的有钱人 我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喜欢在市场最糟糕的时候 超咪咪的进入市场去买的 第二个富人喜欢在经济低迷的时候买的资产是什么呢 是股票 很多小伙伴又要惊了 你看这个纳斯达克最多的时候都跌掉30%了 全球的股市都进入了一个萧条期 所以这个接下来股票肯定要大跌 其实我本能不仅是特斯拉的铁粉 而且我是付诸行动的 不仅买了特斯拉的车 我还早期就买了特斯拉的股票 但是前几周的时候 当特斯拉的股票跌到只有700多美金的时候 我的心真的是疼死了 但是你知道我开法阿利的土豪朋友是跟我怎么讲的吗 真的是让我震惊了 他说太棒了 半价买特斯拉的机会到了 其实这时候我才想起来 我最早在100多美金的时候 我就开始买特斯拉了 其实我现在买特斯拉的平均成本 也就两三百块钱 所以对我来讲怎么样都是赚的 但是如果我真的相信这家公司 想拿到这家公司长期的一个红利 我就应该长期的去看好它 而不是一时的在这个公司上面赚一笔钱 我们这个市场会有很多不利的因素出现 会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 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精准的预测到它什么时候发生 穷人跟富人去买股票的时候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穷人往往把股票看成发财致富的一种手段 认为它跟赌博是一样的 富人喜欢把股票看成是自己的一个资本不断的累积 保护自己资产的一种手段 这就好像你在农村里面 手上也没钱也吃不饱 这时候来了一个好心人 送了你十个鸡蛋 这时候放在你面前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是把鸡蛋吃了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把鸡蛋留下来去敷小鸡对吗 那把鸡蛋吃掉它就是一种消费 它早眼的就是当下 而把鸡蛋敷出小鸡 再放到未来的市场里面 这就是一种投资 而敷了那些用来投资股票的钱 就是在他平时的生活开销里面 不断的抠出来的 不断的积累出来的 这就好像他在敷小鸡的时候 他不会关心等他这个鸡长大的时候 那时候的市场上面的鸡的价格是多少 那同理 当他不断的把自己的财富抠下来 去投资未来的时候 他也不会太过于关心 接下来的市场究竟会怎么样 那么为什么富人喜欢在经济低迷的时候去买股票呢 因为富人投资股票的策略是这个资产保值 注重的是长久的一个回报 所以他们在看中一个股票之后 会不断的加仓 不断的争持 我们可以看一下 巴菲特在30年前投资了13亿美金 在可欧可乐这家公司 30年之后 巴菲特把当时的13亿美金变成了306亿美金 这是一笔看起来非常好的投资 但是巴菲特是怎么买可欧可乐的呢 他是在1988年的时候买了5亿美金的可欧可乐 然后在1989年的时候呢又买了4亿美金 然后到了1994年的时候呢又增持了4亿美金 可欧可乐的价格在跌的时候 或者说市场不再信任可欧可乐的时候 他就开始增持 在前两年这个市场非常疯狂 一直上窜的时候 巴菲特呢却被爆出 手上囤有了大量的现金 而在今年这个市场开始下跌的时候 巴菲特呢却开始不断的频繁的出手 不断的开始加仓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顶级的富人思维 一句话富人在投资股票的时候不是在投机 而是在布局即使在经济非常低迷 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的时候 也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在跌的 我们有很多行业像是食品 医疗能源这些行业在这个经济低迷大通胀的时候呢 他反而是受益的 我接下来呢有可能会做一期视频是告诉你 在通胀的时期在经济低迷的时期有哪些股票是得利的 如果你对这样的话题感兴趣 你可以在我的评论区打股票这两个字 那么呢我会尽快的把这期视频生产出来 这对于很多有思想的人来讲 我们对未来都是有一些期待值的 比如说我们看好某个行业 我们看好某些人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工作 我们没有办法参与到那些行业里面来 所以买股票其实换一种角度来讲 其实是在帮我们投资一个行业 又或者是让全世界的某个领域里面的精英 在为我们的钱工作 第三个富人在经济低迷的时候会买的资产是什么呢 就是组建自己的生意 很多人其实也有自己买房产 自己买股票 但是最后都失败了 你知道这中间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吗 看起来好像是眼光和时机对吗 但其实不是 最重要的一点呢 是那些富人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赚钱能力 能够不断的给自己投资的这些资产供血 所以即使在市场非常低迷的时候 他依然可以不断的持有 甚至争持他目前所有的资产 所以最终导致他成为了这个市场最终的一个赢家 所以我们想把投资这件事情做好 我们就必须要具备一个不断的 给自己的这个投资的资产输血的一个能力 所以很多富人呢 会在经济低迷的时候 选择建立自己全新的生意 任何一个国家在疫情期间都有大量的新的公司开放了 而且这个公司的新增量呢 跟平时比较多出了很大的一部分 我们在疫情的时候表面看到的是经济不景气 很多的店铺倒闭了 但是对于很多富人来讲 他们看到的是机会 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 能让新的需求的出现 导致了新的商机的出现 比如说有更多的人开始养宠物了 然后很多人呢开始习惯一边看直播一边下单了 另外呢我们都喜欢用电商去购物了 这些行业的特点呢不仅是进入的门槛比较低 而且初期的投入呢并不多 另外一方面呢由于很多的公司倒闭 导致呢很多的资源回到了市场上面 比如说这个店铺啊办公室啊 这些租金的价格都在下降 即使在经济低迷的时候 富人也在坚持投资购买资产 而他们最喜欢购买的三类资产呢 分别就是这个房产股票 还有自己的生意了 我们经常误以为那些富人之所以可以变富 是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资源 但实际上呢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普通人不一样 导致他们采取的行动呢是不一样的 而最终行动呢又带给了他们不一样的结果 普通人每一天的生活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我有一份工作 然后我要赚钱 赚钱之后呢自己的欲望不断的膨胀 然后就需要赚更多的钱去满足自己的这个欲望 你看一下你现在开的车住的房 是不是跟几年前比越来越好了 这也让我们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模式 就是我们每一天就是早上起来 然后吃饭 然后去上班 然后再回家 每一天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做好现在的工作 我想办法去找人来帮我 如果现在市场不好怎么办 没关系 我来先试一下这个市场究竟是怎么样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周边所有的资源都在为他调动 这时候钱在为他工作 当然做生意这件事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有很多人做一个生意做了20年 一成不变 他其实是在给这个社会打工 还有很多人呢 现在因为资本积累的不够 每一天都想着 未来要去奋斗 完成自己的事业 这种人其实他就在创业 在这种人做的事业 就在这种人做的事业